主題三 主題三介紹的是那種所謂走捷徑的問題 好 那什麼叫走捷徑知道嗎 譬如像這個題目來講好了 一共有兩種 一種是如果從A走到D 那請問你 他一共有幾種走法 是不是有可能是向右 向上跟向下 有沒有可能向左 向左變成往回走的嘛對不對 往回走怎麼會是捷徑 這樣聽懂嗎 所以如果是像這種題目 第一種題型就是 A跟D都是在最下面或最上面的話 走法只有三種 方向只有三種 向右向上跟向下 會啦齁 那比分這個題目來了 請問你從A到D 然後呢指著有三種方向 向右向上向下方向走 那請問你總共有幾種走法 好 最主題就是 你以那個點為標準 比如說請問你我從A到B一共有幾種走法 四種嘛 四種就是 一 二 三 四 這樣會嗎 然後B到C呢 一 二 三 是三種 以此再推嘛齁 那C到D的話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種 那這感覺好像是 A到B B到C C到E 那因為A到B是四種 B到C三種 C到D五種 這是有按照步驟 有按照順序對不對 所以會有什麼方法算 成法原理 所以就四X三X 這樣子 後來齁 這是第一種考題 第二種的話是 一個在這邊 B在這邊的 就是A在這個左下方 D在右上方 那當然也有時候是方向相反的 反正就是一個在下面的上面就對了 好 那它的捷徑呢 只有兩種 就是向右跟向上 不可能向下 為什麼 那你向下怎麼會走捷徑 因為我是想要一直往右上方走 所以對於你也只有 右邊跟上面的問題 不會有下的 也不會有往回走的 因為如果往下 或是往回走 那比較捷徑 這樣聽懂嗎 會啦齁 好 那像這個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齁 他說 如主 他說 南北街道有五條 這裡 一二三四五 這裡也是 一二三四五 各五條 南北有五條 然後東C的話是六條 六條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也就是橫的應該是六條 然後呢 垂直的話呢 應該是五條 那麼他說 我請問你從A走到D 總共可以有走幾種走法 好 這其實很簡單 你就想嘛 A到D呢 反正不管我怎麼走 向右應該要走幾次 你知道嗎 一定是走一二三四 對不對 一定會有四個吧 然後向上的應該要走幾次 一二三四五 一定會走五次向上的 只是排列順序不一樣的 聽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我舉一個 我示範給你看一個 像這種的 比如說 以右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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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沒 我的藍色這走法 你們是不是一定會走四個向右 一定會走五個向上的 對不對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武器就是 右 右 上 上 所以說穿的時候 是把那個右邊 向右跟向上做什麼武器 排列而已 每到什麼地方做哪個動作 如果你有玩過那個什麼跳舞技 你知道嗎 那種玩具 那種大型的遊戲機有沒有 就是ABAB 然後點進去 就是 你做哪個動作 你按哪個按鍵 他會做哪個動作一樣 這個就是 像是那個一樣 就是 當你出這個 向右的書號的時候 他就往右邊走 這樣子 懂了齁 所以這題目就很簡單 就變成了 總共多少 總共是不是有四個向右 五個向上的 總共有排列方式 就是九階 然後扣到重疊的部分 就是四階跟五階 就是這個答案 這樣會嗎 可以了齁 可以 好 這個你把它記一下 可以的話 我們看一下題目的練習